说到边城除了联想到美食和古迹 在乔治市的大街小巷 更是到处都有那非常逼真的壁画 耗时两个星期 来自俄罗斯的著名壁画家朱利亚 终于完成了她的最新作品 在巴都篮章的一座祖屋的高墙 就能清楚地看见一名小女孩和她的祖母 整幅壁画十分逼真 更让人惊喜的是 今天这幅画的主角也现身了 一起去看看 来自俄罗斯的著名女壁画家 朱利亚精心绘画长达两个星期的新作品 终于完成了 今天由巴都篮章州议员王耶宗 主持壁画推介里 这幅壁画位于巴都篮章巴沙旁的 一座老旧祖屋 主题是女孩与祖母 今天壁画里头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 也到现场参与推介里 小女孩的母亲若美莲也认为 这幅壁画十分逼真 相似度有百分之百 这幅画是朱利亚拜访小女孩一家人之后 得到灵感 决定以她们作为壁画的主人公 同时也希望透过这幅壁画来唤醒人们 互相关爱和互相帮助的精神 王耶宗也表示 她接下来会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和同意 让更多画家在巴都篮章以带作画 让这里洋溢着浓浓的艺术气息 此外王耶宗也会在这一带打造艺术脚印和推出属于巴都篮章的第一个吉祥物 如今槟城左看右看 无论在哪个转角处都能看见壁画的痕迹 整个地方怨然变成了一家巨型的画廊 NTP7 槟城采访报道